十一假期刚过 长白县的马路沟朝鲜族民俗村 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每逢周末 邻里乡亲都要聚在一起 热闹一番 文学家梁石秋写道 好吃不过饺子 舒服不过倒着 这是乡下人说的话 北平人称饺子为主波波 城里人也把主波波当做好东西 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 从初一至少到初三 顿顿主波波 月亮糕 也叫月亮饺子 是朝鲜族风味小吃 也是逢年过节必吃的食品 以米粉为皮 红豆沙为香 吃起来筋道绵腆 米香四溢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风俗习惯 现在这会儿炒了 当成平凡饭吃了 吃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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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炒喝酒啊 咱们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 老年族一族 中年一族 年轻的一族 隔年都吃饭啦 搭一口 去的一碗碗 搭一碗碗 搭一碗碗 现在村里人少了 那咱就别过来 上我们家搭一碗 给你们特别打席 吃一吃 喝一个玩一玩 好 谢谢啊 先搭一碗 春节就在家人们的期望中 脚步越来越近 刘新闻开始制作 岭南地区的年中小吃 这种传承千年的军粮饼 如今依然是当地年俗里 重要的一道美食 炒米饼主要原料 分为面皮和馅料两个部分 面皮由馅磨制的 米粉和绿豆粉混合而成 开个粉窝 打入鸡蛋增加香味 再用熟煮油和起酥油和面 用手不停地揉搓均匀 按照质感 适当地添加米粉和绿豆粉 直至面皮可以塑形 但不粘稠 之后将和好的面皮 装入饼坯当中 由花生碎 芝麻 椰蓉 和糖粉混合而成的馅料 此时也加入饼坯中 再用适当的面皮包裹压实 就可以用寸劲敲打出米饼 准备烘焙 当炭火油饼转弯后 才是烘焙米饼的最佳火候 经过三十分钟的慢慢烘烤 饼香四溢 一道古法制作的炒米饼 大功告成 如今逢年过节 吃着炒米饼给孩子们讲讲 军粮饼的由来 仍然是岭南地区家家户户 乐此不疲的美好时光 旧年渐去 心碎又起 在广东茂名渤鹤镇 咸水歌队员正在为春节期间的演出排练 这是一种旦家人才传唱的鱼歌 史书记载 旦家人常年以周为家 生活在海上 如旦壳漂泊于海面 世代靠捕鱼为生 所以成为旦家 如今旦家人早已回到伯鹤镇里生活 但寄情于歌谣的传统依然被保留着 伯鹤港面朝南海 是一座天然两港 也是中国十大鱼港之一 港口历史悠久 据传最早这里盛产白虾 可以徒手抓取 在当地语言中 捞虾念作把汉 久而久之 伯鹤也由此得名 每天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 海产品产量位居广东省第一 种类丰富的海鲜 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捕鱼期 岸边的鱼市场从凌晨开始营业 一直持续到上午八九点 镇上的居民 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味 每年春节前 旦家姐妹总要聚在一起 总结一年的收获 迎接新年的到来 为春节我们的船全部回来了 弄得很香 如果我们的一帮老姐妹 喜欢大家聚一聚 看谁的厨艺好 姐妹们各自采购食材 每个人都要各展手艺 对于旦家姐妹来说 每年的年味 就是集体厨艺集合的结晶 旦家人和中国很多海域的 渔民人家一样 男人出海捕鱼 女人负责做饭和照顾日常起居 所以厨艺对于于家女来说至关重要 每年春节 我都把他们大家聚在一起 显示一个队员 全部都是美食人 这道菜叫做凤凰细蟹 过年最爱吃的这么一道细蟹 鲜美多样的食材 虽是四季常见 但经过姐妹们的煎炒争据 却汇聚成淡家人 别具一格的年夜饭 团聚的热闹 快乐的童心 满意着香情的年夜饭里 每一道创意独特 寓意美好的菜品 都十分亮眼 四季常见的食物 附上年味的包装 这个春节显得仪式感满满 或许豆蔻光阴 已成繁烟往事 然而 在每个感触良多的岁末 人们总想以饱满的状态 静好又从容地 跨向新的一年 春节来临 没有什么比这幸福的香聚 更让人留恋 带着香愁与牵挂的油籽 迫不及待地想品尝的 不仅仅是那些四季流转的年菜 还有年菜背后家的味道 这是人们心中对年 对家最深刻 最原始的依赖 人们在年菜中 感受乡土人情的凝聚 也在过年的默默温情里 期待再次出发